我们来看写约的意义 写约它不是开玩笑的 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立下的约 因为写约是地表上最严肃 最强大的盟约 而且这个盟约不只是有上帝当作见证人 而且盟约的有效期限是永远 还拉长到后代 写约的意义就是 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你所有的都是我的 攻击你等于攻击我 我们成为一体 同心同心 不再只为自己活 还有一个重点是如果被约 就会像纪物一样被切开两半 接下来写约的仪式共有九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都有象征和代表的意义 第一个步骤就是会交换外衣 我们之前讲过了 就是象征自己把性命和财产就交给了对方 全权处理 它代表了什么 它代表了说我和你交换了身份 那写约的步骤二呢 就是交换腰带 就是把系在腰带上的刀剑 弓箭等武器交给了对方 它象征把自己的武装能力 还有保护的力量给了对方 代表什么 攻击你就是攻击我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有人攻击我们 因为耶和华会出来替我们征战 第三个步骤 就是切开祭物 那祭物呢 要对半切 然后立约的双方呢 就是背对背 然后走那个八字 这样子绕过祭物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说从此以后我们同心同行 然后放弃自己的权利 被约呢 就会像祭物一样 背切两半 步骤四 就是呢 立约的双方呢 会各自在右手呢 划一刀 然后呢 双方呢 就握手 让那个血彼此的融合 然后就会启示说 彼此要信实相待 成为一家人 它代表什么呢 代表 从此我就没有独立的我 不再只为自己活 每次都还会考虑到别人 好 步骤五 就是交换名字 上次我们也讲过了 就是亚伯兰 变成亚伯拉罕 对不对 然后上帝是不是也把他自己的名字 加入我们的名字呢 是啊 他说他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说他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对不对 他也至高的神 也把我们的名字加在上面 所以呢 他就是把对方的名字一部分 加到自己的名字里面 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们成为同一家族的人 步骤六 就是要让伤口呢 留下明显的疤痕 作为立约的记号 它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说 我们向世人宣告 我是有盟约伙伴的 而且呢 同时提醒自己 肩负了写约的权利和义务 步骤七 见证人呢 要宣告写约的内容 双方呢 就要表明说 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你所有的都是我的 包含什么呢 包含了双方的资产 负债 甚至于家人 步骤八 就是享用 立约餐 那时候呢 就会把饼剥成两半 给对方吃 它代表什么 代表说 这是我的身体 我成为你的一部分 接着呢 他们也会把酒给对方喝 代表什么 代表说 这是我生命的血 之后 你就在我里面 我就在你里面 我们呢 合而为一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 彼此呢 会设立一个纪念物 它可能是纪念碑 也可能是树立一堆的石头 或者是栽种一棵树 然后把血 撒在上面 好啊 总共有九个步骤 好 接下来 上帝呢 不仅是跟人类立了血约 他还给人类一本约书 这本约书是什么 圣经 因为呢 这本圣经呢 它就分为旧约 跟新约 对不对 好 也就是旧的血约 跟新的血约 所以呢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成了 的那一刻 我们就进入了新约 那血约呢 这个字 它的西伯来原文 是切割的意思 它是一个双向的契约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遵守了律法 那你就蒙福 如果你没有遵守律法 你就会遭受到咒诅 因为这是个双向的合约 那新约呢 这个希腊的原文 这个约字呢 是遗嘱 它是一个单向的约定 也就是说 是上帝 单独的列出条件的盟约 所以呢 新的血约 它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义务 都是耶稣基督承担了 所有的好处都给了谁 给了我们 而且是白白的领受 所以我们要很感谢耶稣 我们是身在新的血约的时代 所以光是这点 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对不对 对 好 那刚才我们有说到说 耶稣和我们立了新的血约 所以呢 那耶稣呢 他承担了所有的义务 那我们领受了所有的好处 那耶稣呢 他承担了的义务呢 包括了什么 律法中有上帝要求人类的五种献祭 哪五种呢 赎罪祭 赎千祭 凡祭 素祭 平安祭 第一个 旧的血约呢 要献赎罪祭 那赎罪祭呢 它适用于什么 违背神明显的罪 也就是说 献祭的人要把手 按在没有瑕疵的牲畜的头上 它象征什么 罪被转移 被遮盖了 那牲畜呢 要被带出门外 再营外焚烧 你们知道吗 耶稣呢 耶稣呢 就是我们的赎罪祭 因为当时呢 耶稣也是被带到城门外 在十字架上受死 然后耶稣的血呢 就被带到上帝的面前 叫我们成圣了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希伯来书 十三章十二节 原来牲畜的血 被大祭司带入圣所 做赎罪祭 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对 所以呢 你从新约 就可以看到说 耶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 古代呢 以色列人 他们每一年都会过玉业节 那他们每一年呢 都会在尼赛月十日这一天 他们会把羔羊呢 送入圣殿 他就会开始仔细地检查记物 确认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 那你们知道吗 耶稣就是在尼赛月十日这一天呢 骑着驴进入了耶路撒冷 他被法利赛人呢 很严格地检验 而且呢 没有被找到任何控告的证据 所以呢 这只羔羊 没有任何的瑕疵 接下来呢 到了尼赛月的十四日 通常呢 在早上九点的时候 祭司呢 就会磨刀 他就会准备呢 把合格的羊羔 准备要宰杀 他有做很多预备的工作 也就是在九点这个时候 耶稣呢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接着呢 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 一般的祭司就会把羔羊宰杀了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耶稣也是在下午三点的时候 他说成了 然后他交出了自己的灵魂 接着下午六点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开始吃玉月节晚餐的时候 耶稣成为了我们玉月节的羔羊 有没有很感动 每一个时间点 每一个日期 都是完全的符合旧约律法的要求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十五千计 十五千计呢 它适用于 因为我们得罪了人 就影响到与神的关系 那我们需要赔偿对方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损失 好 那在新约之下呢 耶稣呢 就成为我们的十五千计 它已经恢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好 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 写得很清楚 大家一起来念 上帝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上帝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上帝的义 所以呢 耶稣 他就成为我们的十五千计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凡记 凡记呢 适用于 他就是诚心地表达 我们对上帝的爱 他表达说 我好渴望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 把自己完全地献给神 所以呢 在以佛所书五章 这边就有讲到说 基督爱我们 他为我们守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公物跟寄物 献给了上帝 所以呢 基督呢 就在这个时候 他成为我们的凡记 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了 接下来呢 旧的写约 也要献上的是 宿记 那宿记呢 它是用于 表达与主同行的决心 它是唯一不用流血 然后没有被烧的祭物 它是给祭司在圣所里吃的 它象征什么 象征我们 吃了神的话 因为我们就是 君尊的祭司 对不对 好我们来念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里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 祂的荣光 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呢 道就是什么 神的话 那道成了肉身 就是耶稣 耶稣住在我们的中间 所以呢 这个就象征说 我们吃神的话 就是我们跟神 一起相交 我们认识我们的神 然后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献上我们的宿祭 想了解吗 好 最后呢 是平安祭 平安祭呢 它就是要跟家人呢 跟朋友一起享用的 它是庆祝我们跟神交往 它是非常欢乐的宴席 它象征什么呢 它象征说 哇哦 神现在住在我们里面耶 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了 所以呢 在约翰福音 十七章二十一节 就是说 你父 就是天父 在我耶稣的里面 天父呢 在耶稣的里面 耶稣也在天父的里面 他们就是我们的意思 我们也在耶稣 跟天父的里面 所以呢 新约之下 耶稣就是我们的 平安祭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我们来念罗马书 第八章 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肉身 在肉身里 为我们做了赎罪祭 为了让我们这些 跟从圣灵的人 能完全满足 律法公正的要求 好 所以呢 只要我们相信 耶稣呢 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 完全满足了 律法公正的要求 我们就可以安息了 我们现在 还要不要献 那五个祭 不用 因为呢 耶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 祂就是我们的赎千祭 祂就是我们的 凡祭 塑祭 跟平安祭 了解吗 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 耶稣就替我们成全了 所有律法公正的要求 好 我们大家来领受祝福 亲爱天父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来触摸我们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 满有你天父的良善 主我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彰显出 天父的良善 你不只是跟我们同在 你还彰显出来 你就走在我们的旁边 让我们是可以看到你 感觉到你 而且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充满了启示 我们可以知道 你就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在你的里面 我们已经因为这个宝血的合约 这个盟约 我们已经合而为一了 从现在开始 你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住在你的里面 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 我们所有一切也是你的 完全属你 再也没有人 可以从耶稣的手中 把我们抢走 我们是有家的 我们已经回到王的家 我们已经是王子 我们是公主 我们已经有王的血缘 我们有王的身份 王的荣美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曼 祝典